大家好,我是台北市北投屈民的国小学生李平宜 我的研究主题是台湾气欧并现象探究 我会享受这个研究,是因为现在全球都很关注气欧并现这个议题 让我非常的惊恐,也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担忧 所以我用小学生的力量,以自己的出生年份作为标准 针对气温即将着两方面,分析台湾的气欧并现象 接下来,我要分享我的研究结果 在高温方面,台北高温日数增加在35-38度C 台中和台南是33-35度C的日数增加最多 虽然温温的范围并不相同 但是三侧站的高温都有发生气肉变迁哦 在强降水方面,虽然扣除台风后 强降水的次数前后12年差不多 但是降水等级三侧站都有上升 千万不可小看气欧并现的威力哦 虽然我的研究以分析资料为主 但我利用暑假和家人来一趟侧站旅行 走访了我所分析的侧站 观察侧站周边的环境 并了解每个仪器的功能 我的研究结果发现 气候变迁会让气温上升 高温日数增加 也会让各地的日温差变化完全不一样 还让降水的等级提升了呢 我认为气候变迁需要持续关注 也可以针对不同地区进行分析 不妨你也一起试试看吧